夏季湿润的气候 让高原湿地充满了生机 荒野自然 逐渐改变了画家王芳芳心中 对美的认知 在观察动植物的过程中 她不断寻找着大自然的启示 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无法停歇 这是人的天性 所以我们热衷于想象 热衷于创造 不断向更远的方向寻找 其实自然中有无限的存在 每一种存在都是一种美 这种无穷无尽 并且无可代替的自然之美 原真之美 也值得我们去寻觅 作为先锋派画家 她尝试用越来越普通的材料 越来越质朴的形象 来领悟自然之美的奥秘 对她来说 这似乎已不再是一种创作 而是让内心回归自然 回归本真的一种方式 这也是我喜欢在自然中 做画的原因 我们定格在一个角度 描摹一个瞬间 很努力地想把美留住 但最最打动人心的 还是自然的画笔 你在画画 同时你也在自然的画里 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作品 包括我们自己 把美留住 把自然留住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也是国家公园建立的目的 被无数雪山环绕着的长江原地区 数千条冰川 主导着江河的脉搏 更影响着气候与生态的变化 沿着楚马尔河一路北上 生态广护员楚马家 要为周边的几座冰蛇 做定期的测量体检 在这么冷的地方 一眼看过去 好像除了石头 什么都没有 但如果你走上去 东西来 仔细看的话 十分钟钻出来的这些植物 跟旁边的石头的颜色很像 它们都很小 但是却比石头很有文强 这些曾被冰川覆盖的云母岩 受极端气候的影响 被分化成叠加状的树叶 在遇到外力挤压后 在遇到外力挤压后 便形成难以行走的流石滩 这是卓马家 接近冰川的必经之路 这些冰雪 就是山下江河的水源 如果秉血都没了 江河就干枯了 江河就干枯了 我去拿去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这是海河的水源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冰川延伸出的冰蛇 是冰川变化最活跃的区域 卓玛家在冰蛇上部最窄的地方 定下两端的标记 他用脚步 丈量标记之间的距离 过一段时间我还会再来 标记能最直接地告诉我 冰蛇发生的变化 是多了还是少了 一看就知道 细致地观测冰川变化 给了卓玛家 另一种与自然交流的方式 雪山与河流 仍然令他充满敬意 但现在更多的是亲切与美好 这里离我家不算太远 以前也经常路过 我以前就知道他们很美 但是现在才知道 他们原来那么美 关注雪山变川的变化 不仅仅因为关系着很多生命的生存 就为了保护这份美 我也觉得很值得 雨季的通天河 以无意抵挡的速度与力量 向前奔涌 天上的降雨 地上的河流 高原的地貌不断被水塑造 因为水的积聚 草垫上逐渐形成了迷宫般的挖地沼泽 在荒野中 你随时能见识到 不可颠覆的自然之力 每种生物都有它最合适的生境 走向荒野 其实就是走出我们人类熟悉的生境 在自然之力面前 人的力量很渺小 高原强烈的阳光 融化了冰原冻土 雪水的注入 积成一片巨大的泥潭 被挡住去路的凉爽 只能穿行而过 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 在野外与什么相遇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尤其是高原的野外 未知与危险会带来恐惧 但恐惧也会促使你学习 激发你的潜力 选择荒野骑行 让酷爱户外运动的梁爽懂得 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 湿地沼泽提供的这份珍贵的体验 还希望日后能与队友的分享 所谓的生存挑战 其实是荒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让我们重新学习 如何与自然相处 与自己的内心相处 学习这些很有必要 因为户外 其实不是探险 人生才是 梁爽即将告别荒野 回到城市 都市与荒野之间的距离 并不仅限于地理上的空间概念 更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 国家公园的价值 正在被重新定义 可能因为人类本定诞生于荒野之中 我们始终需要荒野 破荒时代结束 荒野早就不在文明的对立面 反而是文明更需要去守护的精神家园 在三江园国家公园 多杰他们一直在探索 如何与这片土地 与栋植物和谐共处 本来我想给他们起个名字 但是他们选择含小 我们藏族说法 小孩子太小不能起名字 不然容易生病 所以再等等吧 他们长大了再说 物种的多样性 使青藏高原成为地球上独具特色的原野 同时江财也深信 人类活动的存在 是三江园国家公园的特别之处 究竟该如何面对自然 如何与自然相处 我们在思考现在和未来的时候 不妨看看过去 千百年来 人们一直在这里照料土地 饲养牲畜 然而今天 绿色原野不仅是物质的馈赠 也是心灵的抚慰 我们会休息身体 却很少想到要休息心灵 其实美的事物 是心灵最好的气息港湾 我们应该庆幸 应该感恩 如此之美的自然呢 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冰川巍峨江河缠绵 这个星球上最高的一片陆地 我们熟悉的 未知的 变幻的 永恒的 一切存在 都是伟大的奇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